是的 天哪 这个回答实在是太震撼了 观众朋友们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莫不已的私生活 一直都非常地低调啊 今天为什么愿意在舞台上 跟我们分享呢 因为今天对于她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她要第一次 站上她自己梦寐以求的舞台 我想告诉她 她重要的时刻 我都想参与 我想一辈子在她身边 真的是太暖男了 那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莫不已的女朋友 应该就是望穿剧组里的某个人 是的 她在剧中有这样一个台词 作为一个女子 一生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爱的那个人 是对的那个人 可惜她爱错了你 但今天 我想告诉你 在剧中你爱错了我 而今天 我是对的那个 她曾经 是坐在台下 听我声音的那个 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声音 令她如此心动 谢谢她 谢谢她 喜欢莫不有的声音 更谢谢她 喜欢我 一个 真正的我 这样不好吧 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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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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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她们 对 她们 对 我 遇见你之前 我从未想过 自己会做这么疯狂的事情 我以为我这辈子 都只会戴着口罩和墨镜 直到遇见了你 是你 让我勇敢地面对自己 勇敢地面对自己喜欢的人 喜欢的事 无所畏惧 天哪 真是莫不语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摘下她的口罩 我的天哪 谁不敢相信 华晓宁 谢谢你喜欢莫不语 华晓宁 谢谢你喜欢莫不语 谢谢你喜欢顾晨鱼 莫达达 感谢你用声音陪伴我 顾晨鱼 感谢你走进我心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